待会就会知道为什么 这张投影片是三月 本校今年校庆的时候 我们系上得到一大堆奖励 我们运动会表现超好 是全校的精神总锦标的第二名 第一名他们顺之不武 因为他们是靠院 他们是靠整个院来赢 就是谢主任在的硬科学院 他们是全校精神总锦标第一名 本系已区区两个班级 然后学生不多 也不是大系 在工程学院也不是大系 在全校更不是 就得到全校精神总锦标的第二名 超强的我们女生男生的大队借力 都跑得超快 因为我是无敌啦啦队 所以我永远都会在他们身边 我从头到尾尖叫到最后 我们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科系 看我就知道 我是王孟菊 我是化工系毕业的学生 然后去美国念了一个硕士 在法国当道博班之后 念完博班之后 在英国做了四年的Postdown 所以我在国际化这一块 相当的怎么说 有亲身的体验 那待会你们也会看到 就是刚刚三个系都有报告 我们学校的国际化 其实都是从化工系开始的 那在我来台课之前 就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有什么 然后我在学校当过四年多的国际长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也可以 就是我跟谢老师一样非常喜欢聊天 我超级爱聊天的 所以我们 我打算待会 譬如说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尤其是学生们 如果你们知道答案 然后回答正确 只要愿意开麦克风回答 开学之后 或是你明天有空来 我就请你吃饭 或是你可以揪人来 大家同学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要正式开始来跟大家说 在大家想之前 我要说一下 我其实是不分系 全校不分系的导师 那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这个群组 有同学在标志上班 有同学在中纲 有不同的同学 就是有设计系的 因为是全校不分系 那我们班感情超级无敌好 到现在他们都还在说 老师老师我们要不要再聚会这样 所以我对不分系的感情 是非常非常的浓厚 有没有同学要来回答 这个图是什么了 好像有点印象 然后有点不太熟悉 运动答对 然后呢更确切一切 红同学我要认识你 柏玉 然后昨天啊 因为要来上这个课嘛 不论说是课 我就做了一些街坊 到处遇到戏馆遇到的人 我就说你们还没有上大学 那个暑假都在想什么 大部分男 答对了这个Angela 大部分同学 只要是男同学 就跟我说老师 这样是教女朋友啊 然后如果是女生的话 就会说 可能要充实自己啊 或什么的 那连男老师我遇到 因为化工系有蛮多女老师 我们有四五个女老师 然后剩下男老师 女同学也多 男老师 就是沟通的管道还蛮顺畅 大部分男生大学 觉得可能除了 未来的规划之外 答对了耶 Angela You got it 这是东京2020年奥运的这个logo 各项运动的logo 相信当时 而且奥运其实是2021年半的嘛 因为原定是2020年半 所以logo还是选择在这个2020 所以不久的去年 那我是每一个赛事几乎都有这个欣赏 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全校不分析 就像是奥运一样 大家有不同的兴趣 然后有不同的专场 我很为谢主任刚刚说的事情感动 就是我每次参观不同的建筑的时候 都觉得当初还好没有念土木戏 虽然化工系分数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什么戏都可以念 可是我真的不适合念土木戏 然后我也不适合当医生 因为我知道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病人 所以我是第三类组的 可是我选择了化工系 然后我上个礼拜跟一大堆从美国回来的同学吃饭 怎么就聊起天来 所以今天不是来跟各位说哪个戏好 或者是哪个戏重要 我要说的是你们自己喜欢什么 就是身为一个年轻人 如果我现在很幸运的在全校不分析 代表所有的领域都为我而打开 也许设计管理或者是点资 那我到底要念什么戏呢 我要打桌球呢 还是打雨球呢 这两个球都不太大 可是戴资影跟小林同学完全不一样 所以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问问自己我真的喜欢什么 如果还不知道没有关系 那就是为什么要念大学最重要的原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那我觉得讲古文很糟糕 可是大学就是让大家开发自己 想清楚自己要干嘛的一个好地方 所以我先阐明我的心态 大概就是没有要跟大家来抢学生 纯粹就是跟大家分享念画工系 很愉快的一个经历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投影片 我每次去讲这个 我不管去高中大学聊天或是这个报告 我都会先拿这个图来当作第一张投影片 叫做brainstorming 大家晓不晓得这四个脑有什么不一样 有的皱质多 有的皱质小 有的体积大 有的体积小 因为我没有面对你们我就不问了 人是这个左下方的 人的这一个人的脑袋 跟右边这个实在太像了 右边这个呢 是星星的人员的脑袋 很像的确 然后上面有那个海豚 还有那个猴子的不同的脑 所以我们观察事物 然后想象 然后讨论每件事物 对不同动物 博语很好 我还是要认识你 除了那个Angela之外 好 那这张投影片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 除了喜欢的事情 喜欢观察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面对面 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各位的面前 然后跑来跑去这样 纯粹就是因为COVID-19 COVID-19改变了好多事情 我不晓得前面三个主任 我是没有听到 大家讲怎么制备疫苗 然后怎么做出疫苗的研究 然后这个疫苗的工厂要怎么做 化工系是一个可以从硬到澳 所有的程序都可以完成的一个工作 上星期我其中吃饭的一个同学 他就是在美国前三大药厂工作的同学 一直 他是化工系的同学嘛 所以一直来都在药厂工作 好 所以这 大家想想看 然后Gortex Gortex是一个在美国 在纽约州教书的 Gortex其实是一个美国人的姓 他是美国在化工系教书的老师的一个姓氏 而且是我认识的一个老师的朋友 他说我那个朋友说 他说这位Gortex平常就跟我们一起开会 结果有一天他发明了这个防风 然后水又不会进去的材料之后 他就去发财了 可是他是化工系的老师 他写的这个专利 然后就非常的有钱 所以名字就拿他的这个姓氏来定义Gortex 一件我是没有买过因为有点贵 是六七千块吧 所以拿这两张投影线来跟大家说 喜欢什么 如果真的有点喜欢化学 然后可是爸妈一直叫你念AI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就想想看怎么办 因为全世界的人现在都去念AI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想一下 当全部的人都跑去念AI的时候 那房子到底谁盖 然后汽车到底谁修 然后到底谁来发明 到底谁来做疫苗 我其实还蛮担心这个事情的 因为我们当年因为 就是跟谢老师我们分享过 他们那时候好像图木系蛮高分 我们那时候化工系就很高分 可是真的不是分数决定一切 我还是要很幸运的说 我选择 好 没事 跟我没关系 那化工系最容易跟化学系 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说大家说老师 我干脆念化学系就好 为什么要念化工系 A不太一样 现在是一个资讯非常爆炸的时代 你们随便去YouTube 或者是网页上 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化学跟化工有什么不一样 我用一个事情来说就好了 化学系的人会把所有的资金投入 来生产到0.02个奈米克 奈米克数的材料 因为是新材料的发明 那化工系的人呢 就会把这个新的材料的发明 把它用炖 然后用万公顿的方式生产 所以像护国神山台积电里面 他们最需要的人 其实就是一个能够把少量的东西 制成放大 然后能够生产出来的人 所以化工系是一个工程师 而且是一个面面俱到 从零到几千万顿 能够每天产品生出来都要一样的 这个好的工程师 我每天在跟研究生聊天都说 你今天做的资金投入跟昨天不一样 那这样子生产出来的iPhone 不就都不一样吗 他们就说对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来说服学生 我们就知道一个产品的 这个品质的一致性有多么重要 那这是工程师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只是喜欢化学 物理还有数学也都蛮重要的 那很多人就可以退出群组啦 就说老师我不喜欢物理化学 不喜欢物理怎么 也不喜欢核准 也不喜欢数学怎么办 那就问一下谢主任怎么办 好 那反正不要讨厌化学 只要不讨厌化学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的单纯 我们的要求一点都不高 等一下 为什么不能到夏医院呢 等一下 为什么不能到夏医院呢 是不是被锁住了 有人锁住我吗 是不是是注解的关系 我看一下 那个注解同学可以帮我等一下 先不要注解我 我被注解然后就动不了了 应该可以拒绝他吧 可是我刚刚 我刚好像给他接受了呢 就是这么好 怎么办 那个谁戴口罩的可爱同学救救我 不会不会是我很爱按yes 怎么办呢 那我也挑不出来 我看一下哦 但我现在按每个键都没有用 有了有了太好了 好 那为了要说服大家化工系 这是我最近说服高中生的投影片 但是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就是说我们是人才超高询问度的一个系 就每天啊 我这边都接到非常多应征 就是老师老师 你们系有没有学生毕业 不管是大学部或是研究生 从日商美商 本地的这个公司 然后台积电日月光 或者是瑞士 Amazon 然后中顶公司 中顶公司有非常多我们的同学 那中油的厂长的儿子念我们系 好像这几天刚毕业 Intel Intel一直来一直来 然后英格特英美商 然后美商 美商 那个 Asmo 天天来 天天然后Google 也希望跟我们的学生有合作 所以我们就是 这些信息都是网页上有的 跟大家分享 然后化工系的人也许大家不熟悉 可是中央研究院大家应该都知道 按理 研究不就是应该是物理化学术学最强吗 可是跟各位报告 现在中研院院 那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是要恭喜毕业的 他年纪不大 所以他的同学 在我们系上还有好多位 然后他的同学 有一些是我的老师 比如说热力学的老师 所以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都非常的优秀 然后非常的爱台湾 所以其实廖院长 他在美国待了很多年 然后决定要回台湾 然后为台湾的这个 研究发展努力 然后目前为止 在我们学校提供过很多次演讲 常常毕业典礼啊 我们学校都请 这个廖院长回来演讲 这是第一个 想跟大家分享重要的化工人 那第二个呢 是台科大唯一仅有的 国家讲座黄敏赵老师 他这个新闻底下 其实是写出 他小时候是种田的 不穿拖鞋的 在乡下走来走去 他是台南人 然后一路从台湾自己的PhD 台湾的博士班培养 然后进入我们学校 他一直都在台科大服务 然后得到这个国家讲座 全台湾科只有一个 那黄老师做的东西 就是能源电池 这个非常 他到现在还是非常 active 然后每天都会骑脚 他只有一个小时 每天都要我们去陪他骑脚踏车 好 那右边这位同学呢 他叫做Sunny Hui 他很特别哦 他是从美国大学毕业之后 来台科念博班的 那他是黄老师的学生 他现在在特斯拉工作 所以他开的当然是特斯拉 那特斯拉我做过很多次 因为很多同学都开特斯拉 特斯拉的电池 就是化工系研究这个电池 然后从电子怎么从 阴极阳极啊转来转去 然后中间那个隔离啊 要怎么控制等等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说 化工的人做的事情 可能不是我们传统想象到的油啊 或者是这个塑胶等等 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大学我们来追求梦想吧 这个是我每一次 不管是大级的同学来 我都会跟他们说 我们在这个大学里面 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问问自己 以后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然后慢慢的 一个一步一脚印 或者是说我会说用积木的方式 把英文累积好 第二外国语 不一定要英文 我的同学很多 或是我的学生很多 觉得老师我要学日文 那就把日文弄好 因为我们跟日本的合作超级多 我在国际出的时候 我们签了超级多 跟那个日本的合约 而且他们喜欢我们 因为他们觉得台湾人又亲切 然后英文又不难懂 又好听这样 好 所以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 化工期到底在干嘛 然后后面我们再讲一些 其他的东西 我们所有的半导体 只要用到化学 或者是所有的企业 你们想得到的 只要用到化学 就一定会找化学工程师去做 只要大家静下心来一想 如果弄个机械 或者是电制的人去做化学 那就是危险 所以其实电机 还有 资工系 还有机械 其实他们第一学期 都是要修化学的 因为化学这个东西 说难不难 可是又非常重要 所以化学 工程师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解决所有 会遇到的问题 那各位同学不用担心 化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难 我当初是因为 不想念机械系 我妈说不要当黑手 就去填化工系 也是真的 所以化工系的化学 不像化学系的这么难 所以简单一点点 那很难的地方呢 就过就好了 然后再回去翻书 我个人是这样子 就是有机化学难到爆 所以我就彻底的有过就好 那现在呢 反而用到最多 那个有空再跟大家讨论 那右下方这个是很有名的眼镜 隐形眼镜上头 有这个晶片啊 或者是有电极啊 都可以用软材料 然后结合我们 这个晶片的方式来进行 好 所以从简单科技 到永续化学 你现在去看 大部分化学工程系的老师 都在做能源类相关的 那能源类分很多事情 一个是开发能源 一个是储存能源 那无非都是要用到跟电池很相似的 这个device的器 的一器 所以一组特斯拉里头 据说要有好几千个 这个电池串并联 那GoGoro里头的电池也是 那GoGoro我们非常骄傲的 他就是跟黄炳赵老师的实验室 有合作来做出这个电池 所以特斯拉 GoGoro里面的电池 就是快动的东西 再也不是引擎跟马达了 而是电 用电来驱动这个轮胎的转动 然后带着我们往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我看到路上很多跑来跑去的 连警察都在开GoGoro 就是每天都很开心这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能源的开发跟储存呢 因为我们希望不要再用到更多的石油 来让这个二氧化碳的 释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能够越少越好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绿色的永续的 那再来就是刚刚很快的提到 这个COVID-19的疫苗 从开发好了到制作出来 这整个程序啊 都是我们关照的事情 从一颗疫苗 怎么样让这个疫苗能够大量的被制作 然后中间的 storization叫做杀灭菌 怎么样有效的灭菌 然后怎样的封装 然后用什么材料来做 要用什么样的程式把制成放大 如果你们去听美国的YouTube的话 大家都会说化学工程是唯一能够把小的制成放大 变成这个能够顺利的生出产品的一个重要的科学 所以药物研发在这一块又更是非常的重要 从一个很精密又具有活性的药 如果能够做出疫苗来救大家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一个人的身体也像一个这个生物的工厂 所以我们会很关照人的身体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基因工程 大概在所有的工程科系里头 只有我们最接近基因工程 也有很多老师在做这一类的事情 然后我自己不满各位说 我们就正在做人工心脏的开发 那结合3D裂液 结合微流道 结合这个电浆技术 我们要把这个人工心脏给做出来 越来越接近现实 越来越接近实现的这个路上 那大家在家里 对啊我都想象大家是不是坐在家里 然后等着妈妈待会叫我去吃午餐 然后你们就那个一直在撑这个时间 我们觉得教育的形态一定要与时俱进 所以化工系是学校第一个开发这个VR AIVR的这个课程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个 MIA的课程 就是大家有些东西看不到 像电子在电池里头是怎么流动 看不到 只能用想象 还有这个分子的模型 看不到只能用想象 所以呢我们就开发了很多这一类的课程 那以至于这个蒸馏塔 就是大家所用到的这个很多 很多很多东西 不要说我们用到 是那个半导体工厂所用到的东西 这些蒸馏塔就会直接盖在台积电的旁边 因为他们用到非常多的这个化学药剂 所以聪明的公司像美国杜邦公司啊 稻公司都直接跑去那个台积电的隔壁盖场 更不用说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很多重要的这个科技公司 那这个就是我们系上目前 也可能是台湾唯一的这个实体 高达三到五公尺的蒸馏塔 可以实作 那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们学生跑去实作呢 就会把这个机器稍微不小心的 把它弄故障 那每一次故障呢 就要花35万来修理 台币35万 35万修理我们实在是无法承担 所以聪明的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用一套虚拟的虚拟的这个仪器 让学生从虚拟的实境来训练 所以大家看到除了这个眼镜之外 还有这个把手 就像打电动玩具一样 那各位不要忽视这个VR 还可以考试 同学如果操作错了 他就会叮咚然后把你退回去 然后最后考试没有通过 就不能够操作这个真正的蒸馏塔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思路是一贯的 从简单的游戏看不到的分子跟电子 然后到最后真正的实体操作 所以像今年暑假 我们开放给这个新生 还有大一大二的同学来看 化学电池 有机模型 还有这个反应蒸馏的虚拟实境 我们已经开课 开了两次的课 而且用英文 因为里面这个眼罩里头的软体 有中文版又有英文 所以我们走很前面 台大都羡慕我们 然后他们真的没有 那我们在QS的排名很前面 这我就不用多说 因为排名 我不觉得年轻人会很关心 我可能会关心的是 进来之后客户会不会很重 或者是活动多不多 那我刚刚有说 我们真的是很早开始 我们是全台课第一个英文课的 也是全台课第一个 有大学部的英文课的 所以你们进来 然后有事情 有抱怨就找我 我就会去call call call 找人说怎么那样 怎么这样 会解决问题 工程师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我再说一次 工程师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我超级喜欢问题 每天学生写信给我 或是打电话给我 就说真的吗 然后听完真的吗之后 就去解决问题了 好 那我还有两年会帮 号工系解决问题 就是你们要选这个课的时候 未来也当然一定会 好不好 那我们重视学生的实物能力 所以除了专业课程之外 我们有很多业界师资 然后会有这个业界参访 也会有口头报告 论文报告 还有业界实习 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有必修实习 加上这个专题 我们是必修的 如果同学不做专题 就一定要去业界实习 那实习可以是属期实习 也可以是学期 一整个学期实习 我们都开放 所以同学如果完全不想 做专题 想要做两个学期的这个业界实习的话 完全没问题 是OK的 好 那我们很重视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把自己 学生应该要具备的事情 弄成一个拼图 就是专业态度 国际观跟传承 然后我们重视学生的实力 要培养大家就业力 那系上老师跟学生表现 真的都很好 那我们黄老师不只是国家讲座 他在这个德国还拿到德国最好的 就像德国的诺贝尔奖一样 不瞒你们说他现在人正在德国 那还有很多年轻优秀的老师 这些都是媒体有报导过的 我们做电浆 做薄膜水滴发电 然后跟东宫大合作等等 好所以在各个领域都有我们的人 这张投影片是我画的 而且说第一个画出来 我们化学工程师可以去哪边 做什么事情 不管是教书像我一样 或者是半导体 石化产业 食品美妆 食品美妆很多 还有制药业 或者是做这个 现在最流行的成控跟成色 现在真的是最流行 因为一个 一整个公司从进到出 要先计算好 然后再来开发这个程序 程序这件事情 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因为只有我们有修这个课 好就很酷 再来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我上个学期带了这个化工概论的课 我班上有一百位同学 我帮他们分成五十组 那每两个同学就要报告一个公司 我跟各位说 我真的非常的惊讶 这公司都是他们选的 我们第一间报告的公司 就是生产Moderna的Pfizer 这同学呢 他申请到美国UCLA 没有去读 然后来念我们系 结果他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制造疫苗 然后第三组是高端 后面当然还有其他的药厂 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很棒 就是年轻人关心的事情 真的就是跟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这个领域 那我们也报可口可乐 我们也报这个HP长存 我们报了50家公司 这个AZ公司 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别的疫苗 非打不可的 然后呢 我们报了台尼 GoGoro 联发科 我们报了 辰宋 三阳 台电 Apple 还有这个大家可能不熟悉的VR公司 其实是全球前五大的能源公司 还有这个很熟悉的壳牌 Toyota 里面我们能做什么 台数 Amazon 还有波音 我们能做什么 大家一定觉得波音是航海工业 可是里面所有用到的东西 还有这个控制的元件 其实靠工系的人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美光 Johnson Johnson 所以我没有念到的不是不重要 而是这个网页是我做的 Shiseido Shiseido同学最喜欢这个Shiseido了 因为Shiseido它其实是 一个公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品牌 像SK2比较贵的 还有比较便宜的 开下室的产品 他们都有做 所以我们从同学的报告里头 了解化工人能够做什么 然后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报告的时候最嗨的 因为我们就问他说 那你跟可口可乐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百事可乐就说 他们其实没有靠饮料赚钱 他们靠别的东西赚钱 所以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同一片 然后最后到第五十组是中油 前面还有任天堂友达 还有这个大家很不熟的CVS 可是如果你去美国 每一条路上 就是美国任何大城市小乡村 每一条路上都有这个CVS 就是卖维他命啊 卖这些药的 或者是很大的这个 卧马 我们也有 还有PMG大家不熟 可是你们每天去全联买的东西 可能有大概30%都是全联做的 另外30%是这个联合力华做的 不管是香皂啊 那个洗手乳啊 看起来都是民生用品 可是又非常的重要 3M 中外制药 日月光 Intel 还有Nike Nike的鞋垫 就是要用便将把这个鞋垫 跟这个鞋底里面在一起 所以才能够让它做得更好 所以就很兴奋 好 老师太兴奋了 那套东西的薪水 从我在念书到现在 都一直是美国这个就业力 起薪最高的 这个不用多说 大家可以考虑 一定要不喜欢 一定要不讨厌化学 不讨厌物理 不讨厌数学 就可以考虑 考虑就好了 因为我们不抢人 好 那我们的老师呢 都应该都跟我一样热情啊 很多 那我们心上有外国老师 还有老师最重视就是 你的未来我们投资 然后不跟别人比 然后也不要羡慕别人的专长 因为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 我们深信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同学有什么需要向老师做提问的吗 欢迎就是右下方的那边留言区 可以做留言 老师都会看到 打开麦克风也可以 都欢迎 那个Angela我在联络你 就是谢谢你答对了 然后博宇我一定要认识你 然后来找我吃饭 哦 吃饭不好吗 那我们就喝咖啡 嗨 我是 请说 没有 我就打个招呼 嗨 你好 你好 都没有问题吗 比如说 好像高中生 比较喜欢问材料系跟化工系 有什么不一样 那就是他们没有学成控 我们有学成控 就这样 所以我们是 overview就是俯瞰 整个工厂的程序 然后我们做生意的很多 做药啊 做生化 做Active Compound 有活性物质的材料的比较多 多得多 这样 就是除了材料之外 我们会 基因的转值 然后怎么样让这个基因的表现 我们做很多 比如说改值 我举几个例子好了 大家都觉得藻类很好养 藻类的确是很好养 就跟那个E.coli E.coli 大肠感菌很好养 可是贵的是那个药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假设今天有人发明一个新的药 那我们就要靠着这个E.coli 就是大肠感菌 对不起 我都念那个 靠大肠感菌 或者是 想办法用化工的反应器 让这个很珍贵的药 可以大量生产 这是我们要修化工 反应动力学化工热力学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些东西都很酷 热力学其实机械系也有学 然后我知道银件系也有学 所以热力学是真的很重要 每件事情都是热力的平衡 没有银件系没有热力学 你们没有热力学吗 那就是机械系有热力学 涂木系啦 涂木系没有 了解 那就是机械系有热力学 我们有很重要的热力学 还有陈控 那陈控大家也不用担心 现在的陈控 是有要学软体 要学ASPN软体 所以你们其实进来之后 除了一般的电子 programming之外 你们还会学一个 只有设计工厂 才会用到的一个软体 叫做ASPN 那这个ASPN呢 是化工的人开发的 那我们跟这位开发的老师 他其实有开公司 目前他也是我们系上的顾问 在美国德州的一个老师 大家可以问问题哦 不然就是要跟我约 约聊天 写email给我可以 你们Google化工系 唯一姓王的老师就是我 然后写email给我就可以了 我一定会回复 都没有问题吗 大家是肚子饿 那我这边帮同学问一个问题 好谢谢 请问 如果说依照实施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 例如说最近房子很热 可能就是营建系那边 可能招生可能就会突然暴增 那最近可能是因为 COVID-19的问题 所以可能就化工系变得很热门 那就会变成说 大家毕业之后 可能会说 实质的化工系 会有互相竞争的问题 因为人数报的很多 对那面临这样的状况 化工系有没有提出一些 比较建议 例如说你除了读了化工系之外 还可以去辅其他的课系 能够相辅相成 增加第二专长 了解 化工系辅系的话 当然很欢迎 可是因为课有点多 你看我们又要学 机械系的热力学 然后又要学 营建系的流体力学 然后又要学 那个化学系的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的 课有点点多 所以呢 要辅系 大部分同学都会去辅管院 可是全校部分系很好 因为全校部分系的课 要修的学分比较少 就算是你们主修化工系 要修的学分 也比化工系的同学少 那有关刚刚这位 很尽职的助教帮门问的 我们其实没有这个竞争力 我们只有人不够 学生毕业不够人数 没有在业界里头 这个互相竞争的问题 真的我到现在 每天都还在接到公司 我们自己的系友就算了 台积电啊 天天都来招人 然后半导体公司之外 生医公司 我有个老师 他现在在当排康盖厂 他说盖这个药的厂啊 是一生难得一次 因为一个厂如果盖好之后 就再也不会盖了嘛 希望他一直用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盖新的厂 他们找的人 全部都是化工系的人 因为只有化工系能够把这个药厂的 制备的管线啊 还有每一个单元啊 我们有客家做单元操作 能够弄清楚怎么做 所以他就天天打电话来问说 你们没有毕业生啊 我们要来盖厂了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只有人不够的问题 没有不是夸张 哪跟我一起在我办公室坐就知道 我们很抢手 然后人不够 学生毕业不够就业这样 谢谢哦 助教 还有咧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念化工系念到硕士班的必要性怎么样 我觉得是五十五十哎 我这样说好了 我自己的学生 我前几年有毕业一般学生 因为高职生大家都知道 他们第一梦想就是要念台科 所以他们也念完台科之后就去工作 有大概五十percent 都找到很好的工作 因为台湾在这个印刷电路板啊 前三大的都在台湾 而且都在桃园 所以我们那些毕业同学 如果投入印刷电路板 起薪都超过四万 然后工作时间一久 薪水都很高 他们也不见得念研究所 所以念研究所可能就是要走科技 更高科技的商板 因为印刷电路板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绿色的板子 就是印刷电路板 上面的那一颗一颗的才是半导体的那个晶片 所以没有印刷电路板有晶片也没有用 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我们的就业力 除了去除了念研究所之外 大学部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啦 喜欢做研究就来念研究所 如果没有很喜欢念研究所就去工作 也不错 等到需要的时候再回来念 在职专班啊 或者是再回来考 我们好多好多好多学生去工作 从中游从中顶 决定要回来再念一个硕士 就是他发现工作的时候 没有硕士学力不太够 所以他不是念在职 因为我们系没有在职专班 他就重新再回来读这个硕士班 很棒 超大超赞 还有吗 我觉得那个主任你要再开一个session 让他们回家想一想 因为今天大家这个资讯太多了 让我们再让他们问问题 我会报名参加 那看他们愿不愿意啊 同学赶快有问题赶快问哦 你们自己来资讯爆炸真的 真的资讯爆炸没错 嗯 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是不好意思 特别有影片可以复习 那我们要问四位老师愿不把它放出来这样子 OK 我们是有偷录影 我们是有偷录影啦 非常欢迎 偷影片也可以 可以耶 有心老师OK吗 对啊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再问一下陈主任这样子 OK 好那同学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好那我们就今天就知道这个地方准时12点下课 就是好几个东西 你不要在乱力 我们就的 你们不要跟iseen 我们是不断的 也不要生费 我们是不断的 感谢观看